奥运冠军 双圈大满贯得主林丹与夫人谢信芳一起现身浙江新场 共同出席了于9月11日举行的2023新昌林丹杯 羽毛球公开赛战略合作签约记赛事发布会 林丹在现场向所有羽毛球爱好者发出邀约 身为丹徽广州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 执行董事的谢信芳则表示 林丹杯羽毛球公开赛自创立之初 便致力于为广大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公平竞技的舞台 助力参赛选手快速成长勇敢追梦 本次林丹杯公开赛将于11月17日至19日在浙江省新昌县展开 赛事分为男子单打组混合团体组和青少年组三个组别 其中男子单打冠军奖金15万元 混合团体冠军奖金12万元 发布会上新昌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王伟表示 本次林丹杯羽毛球公开赛落户新昌 必将有力推动新昌羽毛球运动的高质量发展 提升新昌体育事业整体水平 成为宣传新昌 推荐新昌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他承邀所有羽毛球运动爱好者相约新昌 深切感受失与远方的魅力风采 充分体验活力与动感的激情绽放 参赛报名入口将于10月1日开启 游异参赛的选手可关注林丹杯羽毛球公开赛 赛事官方微信公众号 留意后续报名链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